运球就快要扣住 战术就学Coach Lou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指定卢鱼 Coach Lo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 每天都能掌球 2019年那时 我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整个生涯 已经赚得盆满钵满 终于也足够支撑进入名人堂 又在运动员生涯末期 打法被无情的时代所抛弃 为什么他还要站在赛场上 甚至加盟了不属于争贯热门的统王者 如果他想要冠军 完全可以加入洛杉矶湖人 那里有着他最好的朋友 勒布朗詹姆斯 他的要求不是底薪 而是一个打球的机会 我知道我还能打球 我只想要一个机会 我想回到NBA 我也一直不敢相信 这句话是来自当年25000分现场 号称显已得分能力最全面的球员 卡梅隆·安东尼 如今27000分的他 是排在NBA得分历史榜地时 现役第二的球员 曾经的世界对梅罗是高估的 但现在他们远远低估了梅罗的实力 在拓荒者的他 留下了让我非常深刻的一幕 面对如日中天的哥斯拉新秀 梅罗用一技极具个人色彩的技术 好好地给他上了一课 最后擅长了三维鞋 最后以一技漂亮的中投 向积安 向梅罗的支持者 传达了他的意志 曾经的梅罗回来了 他没有含恨推移 也没有放弃自己 梅罗虽然不再拥有曾经的球队地位 但此时的他 比往常任何实习的梅罗都要快乐 让我们看看 梅罗是如何完成对自己的救赎 OK 首先梅罗在回归NBA第一件事 是如何快速建立自己的手感与信心 他并没有痴迷曾经的持球进攻 而是作为球队的第三出手点 心甘情愿 跑到合适的空位等待机会 空位投篮 对梅罗来说是一项非常简单的工作 这让我对梅罗有了全新的认知 他没有心急 只是在场上把握这些来之不易的机会 一次 又一次 他只是在完成简单的投篮 这恰好说明 梅罗没有过多杂念 梅罗不在执着疯狂的得分 而是专注为队友不断创造机会 殊不知 梅罗在篮球赛场上为队友奉献 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救赎 在梅罗身上 我很少看到他完成不讨好的苦差事 当他培养出足够的信心手感 梅罗会尝试重新捡起自己的武器库 直到他完成这一击跳投 对手可能才意识到 曾经的跳投之王回来了 梅罗是一名需要热身的球员 当他连续命中四季五季跳投时 对手就很难挡住梅罗火热的进攻手感 当他开始在地位 以双手灌篮方式得分 梅罗已经进入他的模式 对拓荒者来说 没有其他球员拥有梅罗低位的打能力 很明显 他们需要梅罗这一点 这也是梅罗最开心的事 他不只是被拓荒者接受 在这个球队 他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拓荒者需要梅罗创造的价值 最珍贵的是 梅罗没有忘记他以前的得分武器 征战18个赛议的他 三威胁 一直是他最强的武器 类似这种 支持持球 看似简单的做出了几步动作 最后完成出手 让我们从这一回合分析 为什么梅罗不运球 就能获得投篮空间 先让我们理解三威胁的理念 具体分为三种 投篮威胁 突破威胁 传球威胁 让我们慢镜头 关注防守的脚步 梅罗第一次用投篮的姿势 晃起了防守 这时候防守 已经掉入梅罗的节奏了 他的脚步已经不稳了 紧接着 梅罗大力炸球 造成突破的假象 防守的双脚同时向后撤一波 防守不仅中心在脚后跟 因为之前的后撤 梅罗投篮空间就出来了 在这个回合 梅罗使用森威胁中两个威胁 投篮威胁 突破威胁 突然移动前脚 同时手中的篮球发生摆动 防守很容易会误以为 梅罗要准备突破了 我们看这里 梅罗在完成突破威胁后 突然抬一下头 做出投篮假动作 防守并没有封盖的动向 所以梅罗很清楚 如果他第二次完成相同动作 防守不会去管他投篮 让我们重看这一回合 森威胁真正的精髓 或许就在这里 梅罗在用非常简单的威胁动作 第一时间获取防守的习惯 当他用突破威胁 防守是否会后撤 如果用投篮威胁 防守是否会跳起来 当梅罗获取到这些信息时 他就可以从中选择一个最适合出手的机会 篮球跟随右脚 大步向右侧迈一步 库斯玛后撤一步的动作 出卖了他的防守习惯 所以梅罗顾及重斥 又走了一次 向右脱部的假象 我们看 库斯玛下意识 还是向后撤了一小步 一到后脚跟的中心 库斯玛已经不能对梅罗投篮 造成任何威胁 当我们以正常速度 看完梅罗的动作 其实留给他处理防守信息非常断散 这就是梅罗的过人之处 他足够专注 大脑可以快速处理 防守的习惯动作 并以最好的方式 完成终结 临场应变能力强 突破与投篮威胁动作足够真实 这是梅罗三威胁出色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 是梅罗的投篮 我这里并不强调他投篮很准 其实梅罗有一个动作非常快 将篮球从下方 抬到头顶的过程 就像电影中的西部牛仔 梅罗抬球速度非常快 就像他们拔枪速度一样 等到防守会过神 梅罗已经完成起跳 准备出手了 梅罗在个人训练中强调 自己会用大力炸球方式 马上先接引球向上动作 训练自己的抬球速度 这很好的解释 为什么在狭小空间 总是可以找到投篮机会 对于梅罗这种进攻级别球员 当他身在空中 防守再扑过来 已经为时已晚 哪怕是包夹对他而言 也没能影响到梅罗火热的手感 但如今 梅罗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曾经的他痴迷得分 比鲁普斯直言道 梅罗对得分的欲望 甚至要高于胜利 在拓荒者浴火重生的梅罗 面对包夹时会这么处理 即使到禁区 梅罗也会时刻关注队友的位置 当然 他依然没有忘记 自己是杀手的身份 2020年1月8日 在拓荒者对阵暴龙最后一秒 梅罗在罚球线附近 命中一记绝杀跳投 超越科比布莱恩特的16次 成为NBA过去20个赛季中 比赛最后5秒比分僵持情况下 命中绝杀球最多的球员 也是这一记跳投 梅罗向全世界证明 他还可以站在赛场上 征战四方 也是这一记跳投 梅罗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 回顾过去 梅罗拿过得分王 拿过奥运金牌 也达到历史上有的27000分门槛 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 为什么自己这么想站在NBA赛场 也许在金块的少年时期 在尼克的纸醉金迷时期 在雷霆的配角时期 梅罗打金底 都渴望一座总冠金奖杯 自从被火箭弃之如碧铝 经历了大半年的无人问津 现在的梅罗 已经可以和韦德有说有笑 谈着自己的无冠生涯 也会像小孩子一样 如蜀家珍地说着 自己生涯里 一场场记忆深刻的比赛 骄傲无比 像是回到了通年的巴尔蒂摩 在那片残破 带有珍贵的球场上 打篮球时放松和快乐的心情 这些他终于在投荒者时光寻找回来了 如果当年NBA没有选择负赛 如果投荒者依然拒绝梅罗 低自带的请求 这个男人很可能会选择退役了 或许我们现在终于理解了 为什么他不求薪资 用悖逆时代的打法 也要执意站在赛场上 当年35岁的梅罗想法非常简单 他只想打篮球 这也让我想起 贯篮高手的三井舟 以为懂得感恩 有梦想 重情依的大男孩 如果是这样 感谢投荒者 成全了这一场完美的谢幕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还没看够 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 那就点点订阅 鲁与我期待和你一起掌球